在平均海拔三千五百米以上的川藏公路,沿线分布着多个高原兵站,离队前,坚守在三尺灶台的老兵们,用热食保障这种特殊的方式和自己的军旅生涯说再见。 天还没亮,兵站的战士们已经开始忙碌起来,他们要提前为车队官兵准备好早餐,包括上百个包子、馒头以及热菜。 来自山东的老兵杨丽明,当兵就在冰站,他告诉我们,这还不是最冷的时候,十二月以后,厨房和灶台全部结冰,很多简单的操作在这里都会变得困难。 我们这用的是高原特大高过,海拔将近四千二百米,复典最高只有八十多米。 天刚亮,馒头菜粥的已经准备妥当。 车队官兵在寒冬里吃上了热乎乎的早餐。 从哪里过来? 从凌晨过来。 今天我们要凡事做大餐,不是保障我们给力,大家吃得很好。 厨房就是站位,保障力就是战斗力。 送完车队,官兵们来不及休息,马上要为后面陆续进站的车队准备饭菜和住宿。 这些年随着各级持续加大对高原部队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改进,高原兵站也变了个样。 用电、用水、吸氧、取暖等问题也得到根本解决。 进水设备净化之后,水质就能达标,就能直接引用我。 炊事班打扫完卫生,杨班长返回宿舍时,已经22点了。 领导原本安排老杨到低海拔地区休整,可他不知有任务,又申请返回岗位。 艰苦的环境,高强度的工作,但兵站官兵想的最多的还是如何给进站的官兵们搞好伙食保障,让苦中有作为。 最后一次走上岗位,在站位向军旅告别,道一声尊重,再见,战友。